成语故事连环化 第39集 成语 声名狼籍 初处 史记蒙田列传司马珍所引 言其恶声狼籍 不于诸国 事意 声名 名誉 狼籍 就传狼群常借草而握 起身就把草塌乱来消火痕迹 后用以形容散乱 声名狼籍 形容名誉坏到极点 赵高是秦始皇宫中的一个宦官 懂得御法 秦始皇提拔他为中车府令 赵高在秦宫中经常叫公子胡亥学习御法 审判方面的知识 有一次 赵高犯了大罪 秦始皇叫将军蒙议审理 蒙议执法无私 判决赵高免官处死 可秦始皇觉得赵高尚能办事 不但设了他 还复了他的官决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初寻外帝 并死在半路上 按理 应由长子扶苏及皇帝为赵高却成姬串通丞相李斯 立秦始皇的次子胡亥为皇帝 并假传圣旨 迫使扶苏自杀 胡亥称帝 就是秦二世 有一天 赵高对胡亥说 先王在世时就要立你为太子 就是蒙议不赞成 我看不如杀了他 胡亥听信赵高的谗言 就把蒙议拘押在代县 皇族中有人向胡亥规见 列举赵王谦 燕王喜 其王健杀害忠良引起严重后果的势力 劝胡亥不要杀害蒙议 胡亥不听 仍然派使者到代县 重复赵高的诬陷之词 要蒙议自寻死路 蒙议分辨说 我根本就没有在先王面前说过陛下的坏话 并不是我怕死 当时的事实就是如此 蒙议又说 过去秦穆公 秦昭湘王 楚平王 吾王傅差 都曾经犯下杀害忠良的大错 遭到天下人的非议 弄得恶声狼藉 不于诸国 希望陛下要引以为戒 那个派去的使者 知道胡亥决议要杀蒙议 仍然把他杀害了 成语 声色俱力 出处 唐赵林因话陆卷一 上后未次对官约 维温 振美欲用之 皆辞诉 又安用维温 声色俱力 示意 说话的声音和脸色都很严厉 唐德宗时 左补缺为寿 由于学识渊博 为人忠厚恭敬 被任命为汉林学士 经常参与政务 负责起草朝廷的重要文告和诏令 成为德宗非常信赖的心腹大臣 当时 各地的军阀大多拥兵自强 不受节制 朝中的大臣也互相勾心斗角 矛盾很多 维寿每次直诉内庭 总是事物纷繁 忙得喘不过气来 经常一个多月还不能回家休息 维寿忙于公务 虽家有体弱的老母 也无法早晚在身边事后奉养 心里感到很不安 所以一有机会 就想提出辞职的请求 可是每当他刚刚开口 德宗就马上皱起眉头 使他不敢再说下去 就这样 维寿担任了整整八年的汉林学士 由于长期操劳 心力胶脆 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使德宗不得不同意他辞官回家休养 维寿有个儿子维温 从小聪明绝顶 七岁时每天读书几千字 十一岁就举两经几地 被捕受咸阳慰 维寿由于长期在外 开始还不太相信 特地把儿子找来面试 要他写一篇文章 维温举笔一挥而就 把父亲的疑心打消了 维温既然有这样出众的才华 当然升迁很快 不久就官为监察御史 但他也是个非常孝顺的人 父亲因病家居以后 他就辞职回家服侍汤药 经常废寝旺餐 医不解代 达二十年之久 维寿在临死以前 特地把维温叫到身边 告成他说 内庭是个是非之地 汉林学士这个职务你千万不能担任 弄不好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维温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表示一定牢记父亲的遗言 父亲去世以后 维温又接受朝廷任命 先后担任过幼补缺 御史 礼部员外郎 建议大夫等职 由于他为人纯正 直言赶建 受到了唐文宗的赏识 公元835年 文宗决定受任他为汉林学士 可是文宗没有想到 对于这样一个别人求之不得的要职 维温却一再坚决辞让 最后眼看无法推脱 他就只好将老父临终的一命 禀告文宗 表示自己不能违背对父亲许下的诺言 在封建时代 皇帝的话是说一不二的 现在维温竟敢用负命来拒绝文宗的恩宠 这不能不使文宗感到生气 退朝后 文宗声色俱力地对晋臣说 我一心想重用维温 可他却坚决不愿意 难道没有他就不行了吗 站在一旁的户部侍郎催离 看到文宗这样盛怒 就上前劝道 陛下 维温虽然固执 但他秉承父亲一命 也是孝心的表现 您就成全了他吧 文宗说 为寿不让其子入汉林 这是临终时神志不清的乱命 乱命怎能成全呢 催离说 作为儿子 连父亲的乱命都能遵行不改 这不是说明他的孝心更加难能可贵吗 由于封建统治者一向标榜以孝治天下 催离的这番话说的文宗很难对答 只好渐渐评下气来 打消了对维温的任命 成语 升堂入室 出处 论语 先进 子曰 游也升堂以 未入于室也 室意 登上厅堂 进入内室 比喻造诣高深的程度 入室比喻最高境界 升堂次于入室 一座登堂入室 孔子的弟子子路 有一天在孔子的家里古塞 孔子是一个刚勇的人 他弹出的声音就像在北部边境上打仗一样 充满着杀声 孔子听了不大满意 就说 为什么要在我家里弹呢 原来 孔子一向主张人和中庸之道 因此觉得这乐声不平和 孔子的门徒们得知孔子对子路 鼓塞的评论后 就对子路不尊敬 脸色也两样了 还在背后叽叽喳喳的议论 孔子知道后 就对学生们解释说 游也升堂以 未入于室也 意思是说 重游在音乐方面已经入门 而且有一定的成就 但还没有达到高深的境地 经孔子这么一解释 学生们这才改变了对子路的态度 后来 升堂入世被人们并列起来 用以赞扬人在学问或技能方面有高深的造诣 成语 圣气灵人 出处 战国策赵策寺 左师处折院见太后 太后圣气而须之 圆扬在赵孟甲形状 论是历生色 圣气灵人 若好几圣者 刚执太过 故多怨焉 是一 圣气 骄横的气焰 灵 侵犯 七五 圣气灵人 形容傲慢骄横 气焰压人的神态 处折 或作处龙 虚 等待的意思 战国时代 公元前266年 赵国惠文王刚死 孝成王继位 惠文王七 赵太后掌握政权 西面的秦国利用这个机会 发兵攻打赵国 并占领了赵国的三座城池 赵太后派使臣向齐国求救 齐国君臣商量了一下 提出要让惠文王的小儿子 长安君做人质 然后才肯出兵相救 使臣回到邯郸 向赵太后讲了齐国提出的条件 赵太后听了连连摇头 长安君是自己心爱的小儿子 怎能放心让他去做人质 秦国看到齐国不出兵 继续进攻赵国 形势相当危急 赵国大臣十分忧急 他们纷纷强健 劝赵太后让长安君去齐国 争取齐国早日来源 赵太后严厉地扫了大臣们一眼 我言明在先 如果再有人主张派长安君去当人质 老父必将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 沉默了一会儿 左师处折慢慢地走上街来 表示有话要面臣太后 赵太后心想 这又是来劝谏的 他感到厌烦 便满脸含着怒意 显出气势逼人的神态 等着他来 处折先从自己的健康不佳谈起 谈到自己非常疼爱小儿子 他见赵太后的气色转为和月 才转入正题说 太后爱护长安君 封给他好地方 赏给他贵重器物 而不让他为国立功 一旦太后有个好歹 长安君如何在赵国立足 赵太后终于接受了处折的劝谏 让长安君到林兹 留在齐国做人质 不久 秦国听说齐国几出兵 便自动退兵了 圣气凌人这句成语 就是从这个故事引申出来的 成语 失居于气 出处 晋书宣帝纪 司马公失居于气 刑神已离 不足律已 事已 像尸体一样躺着 只剩下一点点气息 形容人衰弱到了极点 很快就要死亡 公元239年春天 三国为明帝曹瑞并威 太子曹芳年才八岁 为了安排好身后的军国大事 明帝派使者辟邪兴业赶往河内 赵太后司马懿回京城洛阳接受一命 司马懿街道圣旨 不敢怠慢 立即乘车上路 经过一日一夜四百多里的长途奔驰 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了洛阳 当司马懿带着满身封尘进入家福殿时 明帝已经奄奄一息 他挣扎着坐起身来 握住司马懿的手说 寡人忍死带军前来 现在能够临终一见 总算放心了 说罢就让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在床前接受一命 辅佐太子曹芳即位 明帝死后 八岁的曹芳做了天子 朝政由司马懿和曹爽共同执掌 曹爽是宗室进尘 司马懿对他十分礼让 由于司马懿年高望重 曹爽待他也像长辈一样 遇事不敢独断专行 因此在一段时间里 两人尚能相安无事 后来曹爽提拔了何燕 邓阳 李胜 丁密等一批亲信到朝廷担任要职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经常给曹爽出谋划策 要他逐步排挤司马懿 独揽朝政大权 曹爽在他们的怂恿下 渐渐骄横跋扈起来 不久 曹爽根据丁密的献策 奏请天子改任司马懿为太傅 这从表面看来是提高了司马懿的地位 其实却削减了他处理正式的权力 从此以后 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 曹爽在朝中安插了许多亲信 自以为已经大权独揽 越来越肆无忌惮 他把宫中的珍宝偷运到家里 见起豪华的枯式 日夜同和宴 丁密等人在其中饮酒作乐 乘坐的车马 穿戴的服饰 都和天子一样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为了麻痹曹爽 经常称病不去上朝 对于曹爽的胡作非为 也装作不闻不问 但是他在暗中却派人 密切注视着朝廷的动态 做好了应付事变的准备 公元248年冬天 李盛被任命为荆州刺史 临行前 曹爽叫他到太傅府里去辞别 趁机观察一下司马懿的动静 李盛被侍从引进内室 只见老太隆中的司马懿 有两个侍女扶着躺在靠椅上 李盛刚坐下 司马懿就直直嘴表示口渴 侍女端来一碗粥汤 喂他喝了几口 没有咽下去的粥汤顺着嘴角流下来 把胸前的衣巾都沾湿了 李盛对司马懿说 自己要到荆州去当刺史 特地前来辞行 司马懿眯着两眼有气无力地说 你到并州吗 那里是边境地区 要注意守备 李盛说 不是并州 是荆州 司马懿抱歉地说 我年纪老 不忠用了 希望你好好为国立功 李盛告别司马懿后 立即去见曹爽说 司马公失居于气 他的神思和躯壳已经分离 看来支持不了多久 你用不着再为他担心了 曹爽听罢非常高兴 从此以后 果然不再对司马懿心存戒备 公元249年2月5日 天子曹芳率领一班文武到洛阳城北去祭扫明帝陵墓 曹爽和兄弟曹熙 曹逊等率领卫队随驾前往 司马懿等他们一出城 就立即调动军队占领武库 同时亲自带兵扼手落水扶桥 截断了曹爽的归路 司马懿一面在城中小玉摆棺 安定民心 一面派人到陵墓去迎接天子回城 同时送上一道奏章 隶属曹爽背弃先帝一命 犯上作乱的罪行 请求天子罢免曹氏兄弟的官职 让他们回府去听后发落 大司农环犯是曹爽的亲信 他呈混乱之际之身逃出洛阳 来见曹爽 他劝曹爽千万不要放弃兵权 应当乘机挟持天子到许昌去 召集各路人马来同司马懿一决战 惊慌失措的曹爽感到自己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没有同意 事中徐允 上书陈泰知道曹爽只想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敢和司马懿对抗 就劝他主动向司马懿认罪 以求得到宽恕 曹爽就请他们两人进城接洽 司马懿打只要曹氏兄弟解除武装 免职回府 就可不予追究 徐允 陈泰回去把司马懿的意见告诉给曹爽 曹爽听了信以为真 高兴地说 只要保住性命 即使没有了官职 我还可以做个附加翁呢 于是他就命令卫队放下武器 随天子回城去了 可是仅仅过了几天 曹爽的亲信和燕等人就被司马懿逮捕下狱 事情很快牵连到曹爽身上 2月9日 司马懿以阴谋反逆的罪名 把曹氏兄弟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全部押赴东市处死 成语 师位素餐 出处 汉书朱云传 今朝廷大臣 尚不能匡主 下王以一民 皆师位素餐 示意 师 主持 占据 素 白白地 师位素餐 只占据着职位 光吃闲饭不干事 有时也用于自迁 表示没做什么事情 匡 帮助 纠正 王 同吴 朱云 自由 西汉平邻人 他身材魁违 性格豪爽 勇力过人 平时喜欢结交朋友 帮助别人 因此年轻时就在京城长安一带出了名 到了40岁那年 朱云感到这样生活下去并没有多大意义 就去拜博士白子有为师 向他学习周易 后来又跟前将军肖旺之学习论语 读了许多书 于是 他渐渐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尊敬和推崇 公元前44年 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 华阴县的守城特地上了一道奏章 向汉原帝推荐朱云 他说 治国必须依靠贤臣 朱云能文能武 有勇有谋 可以认为御史大夫 以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 一个地方上的小官直接上书给皇帝 推荐一位平民当御史大夫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当时原帝已经任命共语为御史大大夫 但华阴守城的奏章仍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第二天 他就把公卿们召到朝廷上来商议 太子少傅宽恒说 朱云是个平民 过去人侠好勇 曾经多次犯法逃亡 后来虽然改邪归正 学习周易有所成就 但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这样的人怎么好当御史大夫呢 华阴守城特地上书推荐他 其用心值得怀疑 其他公卿大臣都纷纷附和宽恒的话 汉原帝果真起了疑心 退朝以后 就派人去查究这封奏章的来由 华阴守城推荐朱云不但没有成功 而且自己还因此受到了处分 西汉研究周易的学派有好几家 汉原帝的宠臣五路冲宗 专门研究梁秋市的周易学说 自以为学问渊博精深 没有人比得上 原帝也很喜欢周易 要五路冲宗 把各派学者约请来讨论一下 讨论会在五路冲宗府里举行过多次 由于他擅长巧遍 又专门以施压人 因此讨论往往不欢而散 后来学者们接到邀请 都称并不去附会 五路冲宗认为他们已经服输 心里更加自负 一天 有人对五路冲宗说 平陵朱云是最有名的周易学家 您如果能够使他甘拜下风 就可以独步天下了 五路冲宗听了 就立即派人去约请朱云到府里 来和自己进行辩论 五路冲宗根本不把朱云放在眼里 为了炫耀自己 扩大影响 他特地给各家学者发了情帖 还想法凑了许多帮贤来助威 学者们听说朱云要和五路冲宗辩论 都前来参加 看个究竟 五路冲宗府前车马迎门 大厅里坐满了各家学者和帮贤 只听门里一声通报 身材魁梅的朱云撩着长袍 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 他两眼环视左右 拱手一挥说 朱卫久等了 就在一处空位上坐了下来 辩论开始 五路冲宗一连提出几个难题 朱云从容不迫地把他一一辩驳回去 接着 朱云进行反截 他的问题贯通各派学说 拘手一家之学的五路冲宗被问的张口结舌 根本答不上来 大厅里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次辩论 是不可一世的五路冲宗出了丑 不久 长安城里就流传着两句歌谣 五路跃跃 朱云折其脚 明满京城的朱云因此被征聘为博士 后来又先后受任为杜琳和怀里县令 朱云虽然做了县令 跨进了官僚阶层的门槛 但过去的社会地位和刚强的性格 使他对朝中那些昏庸无能 而又身居高位的公卿大臣深感不满 他多次上书抨击丞相维玄城明哲保身 无所作为 因此遭到了维玄城的嫉恨 后来 有一件人命案子涉及朱云 维玄城乘机在原地面前对他进行攻击和诬陷 有人把情况通给朱云 朱云上书变白 维玄城又利用职权 把他构陷成死罪 后来虽然得到赦免 但从此就一直被废除在家里 一公元前三三年 原地因病去世 成帝即位 光禄大夫张宇由于曾经给成帝讲授过论语 因而受到重用 后来竟被任命为丞相 进封安昌侯 朱云在家里得到消息 就立即上书给成帝 请求召见 过了几天 朱云被召到朝廷 他当着公卿百官的面对成帝说 现在的朝廷大臣 上不能纠正天子的过失 下不能做有意于百姓的事情 全部都是师位素参 请陛下次给臣上方宝剑 以杀依景百 百官们听了这样的话 都大吃一惊 成帝也惊愕地问道 你要杀的是谁 朱云答道 安昌侯张宇 成帝勃然大怒说 你是卑贱小臣 竟敢口出狂言 当庭侮辱镇的师父 真是罪当不赦 当即命令御使把朱云抓起来 朱云两手抓住殿前的栏杆不放 双方一拖一拉 栏杆折断了 玉使就把他压下殿去 朱云一面走一面喊道 陈能和古代的忠臣关隆逢 比干一样为直言建军而死 心愿已足 但不知陛下今后怎么办 左将军新庆纪被朱云刚强步驱的行为深深感动了 他脱帽解印 跪在殿下 扣着头对成帝说 朱云敢于对陛下直言觐见 这是臣子应有的节操 他如果说的对 就不能杀 如果说的不对 也应宽容 臣愿以死力争 承递见心庆纪扣的满头都是血 心里的气渐渐消了下来 他感到朱云虽然狂放无礼 但直言赶臣确实并不违反陈杰 他的话可以引起大臣们的警惕 把他处死会使自己遭到后世的议论 于是当即命人把朱云释放回家 后来 工人们看到折断的栏杆 准备把他拆掉换上新的 承递知道后说 不要换掉 把他接起来就行了 这是对直臣朱云的表彰啊 承语 诗之冬鱼 收之桑鱼 出处 东关汉记逢一传 喜书劳一约 垂斥回西 愤一勉持 诗之冬鱼 收之桑鱼 诗意 冬鱼 日出的地方 也指早晨 桑鱼 落日所照的地方 也指日暮 诗之冬鱼 收之桑鱼 比喻在这里失败了 却在那里取得了成功 也比喻先败后胜 往往末年 政治极其腐败 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湖北 山东和黄河两岸先后爆发了绿林 赤梅 铜马等农民大起义 西汉宗室后裔流眼 刘秀兄弟也在南洋起兵参加绿林军 并且在战争中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尹川郡署官冯义 精通兵法 足智多谋 刘秀率军到达尹川时 特地派人召见了他 冯义认为刘秀胸怀大志 治军有方 将来一定会统一天下 就归附刘秀 就归附刘秀 很快得到了信任和重用 公元23年 刘衍的族兄刘璇被起义军雍立为耕史皇帝 定督晚成 刘衍受封为大司徒 由于他屡见战功 威名卓著 深得将士们的拥戴 渐渐引起了更使地的猜疑和嫉妒 大司马朱伟和武音王李一 也十分妒忌刘衍的威名 竭力在耕史面前加以重伤 耕史在他们的怂恿下 终于派兵逮捕刘衍 把他杀害了 刘秀在尹川得到哥哥被害的消息 心里非常悲痛 但在表面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流露 他还特地赶到晚成去向耕史请罪 和大臣们见面时 饮食谈笑也跟平常一样 耕史感到有点内疚 就把他派到洛阳去准备迁都的工作 冯毅在私下里经常去看望刘秀 他见刘秀独居时不喝酒 不吃肉 枕席上沾染着斑斑的泪痕 就一面劝他保重身体 一面要他派人去各地广结民心 积蓄自己的力量 这一年冬天 有个名叫王郎的人在邯郸自立为天子 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声势大盛 刘秀被耕史派往河北 在季县几乎被活捉 幸亏他事先得到消息 才带着冯毅 邓宇等将领连夜出城向南逃走 刘秀等人骤行夜宿 来到了饶阳县吴楼亭 这时天寒地冻 朔丰领冽 大家走得筋疲力尽 只好到亭上落脚休息 冯毅设法弄到了一锅豆粥 大家吃了 才渐渐恢复体力 继续向南渡过湖陀河 脱离了险境 冯毅为人非常谦虚 他在战争中经常战胜敌人 但从来不居功自傲 每次战斗结束 别的将领都围坐在一起争夸功劳 只有冯毅一个人悄悄地独坐树下 日子久了 将士们都对他十分钦佩 称他为大树将军 后来刘秀的势力日益强大 终于被朱江拥立为天子 史称汉光武帝 公元27年 他任命冯毅为征锡大将军 惠同邓宇 邓红率军西进 准备向占据关中地区的赤梅军 当时赤梅军约有20万人 兵势强盛 冯毅建议先派人去劝降 以动摇其军心 然后由邓宇 邓红屯兵免持 自己率军向西 从两面对赤梅军进行夹击 邓宇 邓红没有同意 第二天 邓红率领自己的部署 从正面发动猛攻 赤梅军洋装战败 丢下大批自重逃走 车辆上面覆盖着一层豆子 下面装的都是泥土 邓红的士兵纷纷上前争抢豆子 阵势大乱 被赤梅军回军一阵砍杀 伤亡惨重 冯毅和邓宇得到败报 马上赶来杀退赤梅军队 这时冯毅看见将士们 已经非常疲劳 主张暂时退兵速赢 但邓宇坚持不听 继续挥军进攻 结果陷入赤梅军埋伏 被打得丢盔弃甲 死伤三千多人 冯毅奋力杀出重围 丢掉坐马 只带着几名僵士逃回西板 这时邓宇已经逃往一阳 冯毅乘着月色回到军中 连夜收集残部 加固赢磊 总结失败的教训 准备在同赤梅军约期会战 到了决战的那天 冯毅挑选大批身强力壮的勇士 让他们换上赤梅军的衣装 埋伏在道路两侧 战斗进行不久 冯毅率军后撤 等赤梅军追进时 突然一声号令 扶兵四起 杀得赤梅军四散奔逃 有八万多人被迫投降 刘秀在京城得到捷报 立即写了一道诏书 派人送往前方表示未劳 诏书中说冯毅虽然开始 在回西板打了败仗 但后来终于在免持大获全胜 可以算是诗之冬鱼 收之桑鱼 应该论功行赏 这个成语 从此就流传下来了